HELLO 大家好 我是石油店葛蘭賽區的中文解說 田山先生 第一階段的低位積分賽 DYG以4比1贏下了SPG 毫無懸念拿下第一階段的冠軍 但大家更注意的還是爭奪第三第四名的 狼情之戰 就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吧 比賽開始 雙方切成拳槽來開始奔跑 接著衝向了戰術位置 爆破模式正式展開 雙方的拘手開始滑踩浴架渦倫位 唐老師果然開局打了KING一個措手不及 此次狼隊的突破手皮蛋 掩體搭配短鍵打了雙上 然後安仔逃出262出來爆發秒人 星星抓到時機立馬下包成功 唐老師想要捏雷射到包點人員 但是維持了一秒多了一個寂寞 直到情報的狼隊開始變換陣型 歐琳跟以前亞收集到訊息之後 準備大趕的抓人 但是最後還是被襲擊 抓到了側腦 安仔也抓到後面包夾 開局雙方多次碰撞 但在勤酒戰術位置被研究 首居被狼隊交車站位拿下了這場爆破 B掉了 暴停包暴停包可以看得到 中路三個中路三個 哦呦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沒子彈了 我應該G一個 我的我的 沒子彈了 熱點防掉一個 中路全掉 哎呦 哪兒在G 再拳好臉上 死血 哇 中路鬼道別摸別摸別摸爆團 子彈了 這次結束 耶 本來我們趕得人家破了 彈著真狠 特別要1打5 第二局 狼隊又被勤酒選擇 莫樂短板圖 邊境之村 狼隊開局一邊轉點一邊搶點 勤酒則是守住了一個點 另一邊在找我們的 踩夫虎隊的狼隊 結果在第三個點開始 搶點人員被皮帶抵擋 比分開始被狼隊拉近 喪失拉開比分的機會 狼隊在第三回合 回到公寓去的時候 守住了這次邊境之稱的點櫃 拿到了第二分 這次勤酒選圖 狼隊在邊境之稱的據點 終於技能在使用上 是最穩定的一局 直接掌控 都拿捏剛剛好 這強點防守以及全員轉點 能跟勤酒落差80分後 逆轉回來 過去對上勤酒 被節點選手心安 無情打斷進點節奏 這次差一點 又要被哈爾榴彈砲終結掉了 如果當下還沒有轉點 那麼從公寓復活的定位怪獸 大夢 狼隊就要擔心 後面有沒有能力可以突破完成了 我殺眼了 爆開一樓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OKOK 我可以穿了 你是不是猜一把贏了 A包來了 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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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了 我的我的我的沒殺 沒殺 我的我的 第三局勤酒再次獲得選擇地圖拳 土尼西亞的爆破 雖然狼隊剛剛前面拿了兩分 但這是勤酒選擇第一間段100%勝率的地圖 採取更需要續劫的地圖 這也是勤酒擅長做的細節處理策略 在開局的投擲煙霧就拿到第一分 在A點空間中 中路回首的安仔 皮帶雨的雨蓬 Kin的狙擊常規位 以及狼隊的陣型已經拿捏到手 湯老師掛號的位置處理得也非常的好 拿到三個人頭 再讓勤酒更有信心拿到更多的分數 第二回合直接打個變咒虛晃狼隊一下 湯老師就是個人處於殘局 人數的烈士也因為心安的資訊 讓他打出了一個一收二的畫面 來到了攻守的交換 原本領先的分數又被狼隊反操了 不料除了斷後打得很好的心安 這局換成可愛的小蘇蟲 通襲! 看不到我 三一貓在掏出他無情的BY208 一人一發 把狼隊嚇得有陰影的 打到後面去B點 刁要看一下這個小蘇蟲 看有沒有你這個小老肉 最後憑藉著歐靈的頂尖個人發揮 收下最後四個人頭 還剩下8秒才到完成 拿下這局的爆破 跑!皮蛋跑! 歐靈補掉! 這一波非常的完美 恭喜請就拿到了第一人 過去頂三曾經介紹兩週八個隊伍的表現 可以看到每一場的爆破跟控制 心安都可以突然大爆發 原因就是因為他一個人的落邊 能夠抓住對手的重生機制 拉到對方的家門口 然後進行刺客一樣的暗殺 剛出來的人 但目前看來 第四場控制 還是打算正面鋼槍 沒有多久 狼隊就來到三分的賽點 請就打斷狼隊的進攻 雙方近身交戰 下一秒 心安來到他的領域 把人頭數一下子追回 現在所有人進到房間當中去 有空對地都別出去 對 直接 就是看誰的技能能夠給得更好 一打八基本沒戲 現在就看歐靈的殲滅者 什麼時候能夠刷出來 幫其九再拿下兩分 3比3 都是最後的一分 雙方都在小房交貨 沒有太多注意到家裡的狀況之後 星安也開始重現他的能力了 再度拉到狼隊的重生位置 可以看到狼隊家裡 星安一出手 都是一波刷屁 在狼隊需要踩點的雙重壓力下 嘗試想要裝出星安 但還是無功而返 拉開比分的一波 而見 星安在家裡旁邊 一邊不提的偷襲 來到人數上的劣勢 最後 琴九贏下了這場控制 追皮比分 最後 King也是被斷層 直接帶走 恭喜琴九 4比3 拿下第二大分 剛開始大比分領先的狼隊 突然被琴九追平 看來是選擇了自己的強圖的時間了 下一場 來到狼隊拿手的龍爐工廠 迎望對戰中 大概覺得沒有任何隊伍 可以在這張地圖 抵抗他們的強攻 這次爆破模式 添加了行李圖龍爐工廠 特點就是 猶豫的隊伍都是敗 沒錯 18秒結束 結束 還要搶嗎 琴九這個也選擇要搶 誰都不服 剛才肯定是道具出現問題 這封往後點直接給上地傘 進來是直接一顆雷帶走 細琴同車側身的皮帶又拉過來了 皮帶和安仔的這個位置 有一點沒有辦法呀 又要搶贏了 OK 狼隊剛好就是越衝越硬的隊伍 上一戰對上DYG開局的時候 也是運用強攻打入A點 拉下比賽 而琴九這場 的確也跟DYG一樣 給狼隊當把子一樣在練習 一連強攻連拿好幾分 很快 狼隊在持續充足的情況下 拿下了最後一分 9比2 大比分的拿下這場爆破了 一六回合 據點模式 狼隊派出沉澱已久的秘密武器 小側跟星塵調換 琴九斷層也跟絕別調換 對上了琴九選擇的頂峰之上的地圖 大家夠覺得可以看到小側的噴子大殺四方 但開局一分半的時間 小側兩次重點才恢復正常水準 但為了11晚 狼隊的點內火力 抵抗不住琴九的壓力 琴九這次抓到狼隊的小側位置 將他壓到了點外 達到第三個點 狼隊已經被拉開了50分的差距 被琴九壓至超過兩分鐘後 開始在下一個點 扮回一些分數 琴九見狼隊不斷抱團抵抗 準備用中維技能強行突破懶車位 但皮帶抓到完美的時間點 強行打斷三個泳艙的魔法師 沒想到歐靈接下來復活攻 是統統打在狼隊的祕脈上面 明顯是殺人要出心 不讓對手有任何機會拿到剩餘的分數 距離下個點 剩下最後的10秒 琴九部署完成 島哥早已準備小車來洗澡 一次洗不夠 再洗一次 後續維持了30幾分的差距 琴九把比賽扛到了加賽局 第一局級 看來又是加白湯的功勞了 最終直戰 槍火戰局 第一回合就是精彩的倒數5秒 安在的白防突破 掀起地上的狙擊 打掉軟地 玩的就是一個大膽 雖然這一回合第一局 狼隊先拿了一個開頭 但目前處境 對琴九還是沒有太多問題的 第二回合歐靈哥的隊伍一同進退 保護著他 接連收下狼隊的多名選手 島哥怎麼會放過這次機會 直接上了板二漂亮的收尾 面對琴九的前壓不停的繞著外圍進攻 狼隊這一次直接進入A點下包 用時間轉換攻防 而這邊歐靈又是漂亮的殘疾處理 但時間不夠拆包 雙方隊友就像跳恰恰一樣 你一分我一分 等到最後的關鍵幾局 8比6正當琴九想要收下最後一分 結束這場狼琴大戰 沒想到皮蛋又來偷襲 人數直接拿到2比2 就等待斷層準備偷掉King的瞬間 但心跳聲實在太打散了 King及時回頭反殺了斷層 皮蛋也這時趴在白防 等待客人上門 不當琴九結束這場對決 下局King成功埋入對方家 一個偷襲打掉斷層 帶唐老師的野外求生小刀 剛好手起刀落一個反擊 但最後還是難逃狼口 人數3對3 鳳梨的狙擊抓到繞貝的軟地 這時候也意味著 琴九打A的包夾是無法執行的 下一秒 B點的人數劣勢的狀況下 追平了比分 讓狼隊找到範疾的機會 當鳳梨發現自己的位置沒有被壓制的時候 這還不趕快施展自己的招牌 預判穿強 果然追到斷層 皮蛋也這時候也是B點的捏雷 好險沒有知道 在爆彈的瞬間 唐老師就被皮蛋的一顆幽靈蛋也帶走了 狼隊這時候正確在握 不容一次失誤 狼隊又是你1分我1分 來到了10比9 狼隊再次的反抄的一個關鍵局 琴九很快的進攻到B點 這時候狼隊發現立馬反清 搭配了隊伍前底 關鍵時刻鳳梨的趴地 再次對手斷層 最後的透明人皮蛋 繞到了軟地側身 拿下最後1分 11比9 結束了這場狼情大戰 賽前幾乎沒有人料到 儘管是之前皮蛋失誤率極高的記錄 這場直接拿下AP 賽後的這句話 嗯 也沒有什麼太多的叮嘱 因為問題其實我都知道 就是我這邊的問題 我給的機會太多了之前 嗯 那這場也是自己做了一些調整是不是 對 OK 也是在告訴自己 只有減少自己的失誤 才能拿到最後的勝利 至於琴九 為什麼在第一階段 可以拿到全勝排名第一 定位賽卻沒辦法順利打贏狼隊 除了同樣兩局當下的狀態不一樣之外 狼隊成員幾乎都是學習能力 非常強的隊伍 除了這次隊伍加入小車的突破手 在歷經循環賽敗給了琴九之後 隊伍的戰術位置也明顯更變過了 甚至在比賽過程中 也嘗試了其他隊伍的打法 經過了高鐵站的SPG強攻 前面安仔也拿出了盆子 拿下了第一場爆破勝利 而他們也知道 SPG之前是怎麼打琴九的 因此在槍支的選擇突然變壞 就算琴九後續梗變了戰術 他們也能夠轉變打法 讓皮帶配合強攻 再來最關鍵的還是琴九的狀態 之前輸給了SPG比賽之後 影響太重 後面開始琴九的關鍵進攻 都能看到一些失誤 九二狼隊找到翻牌的機會 雖然皮帶在採訪時偷嘴的下琴九 但皮帶這次的表現真的非常非常亮眼 還是讓大家看到心態穩定的狼隊 是強大的 第二階段在四月六號開打 不知道其他隊伍的調整如何 就讓我們繼續觀望下去吧 至於跟狼隊的合作不斷 也想要趁這個機會了解一下 我們A15的CDN大師賽的狀況是如何 所以有解說不對的地方的話 也請各位見諒指針補充 喜歡的朋友們可以記得關注一下甜三 好的 這次的狼情大戰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